今天我们一起要来思考要来学习的一个题目叫做拔读根 这个想法在我的祷告里面其实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在大概一个月前我们家院子里面有几个盆景 我就常常在那边修修剪剪 我发觉其实你要照顾植物的话 剪刀是少不了的 所以你要找一个比较力一点 比较有力气的剪刀 所以我平常就是在那边剪枯叶枯枝 但是有一天我就看到说 我种的薄荷 大家知道薄荷嘛 薄荷长什么样子你们知道吗 我们都知道薄荷油对不对 薄荷就是长这个样子 看到了没有在那个相片里面 那原来这盆呢不是这个样子 原来这盆呢几乎是没有叶子的 那我在那边等了一阵子 怎么都一直长不出叶子来呢 那时候我就想要做点什么 我就灵机一动做什么呢 就开始把它盆井里面的老根 开始把它抽出来 一个一个把它剪掉 当然那个还活的根是不能够剪掉 就是老根要把它剪掉 然后剪掉之后 隔了大概一个礼拜 过去了 开始有更多的新叶子出来了 然后呢隔了大概一个月之后呢 就是你们看到的这个样子 就开始能够长出很多新的叶子来 所以我就觉得说 嗯还好当初呢 把这个老根给剪掉 那这样子呢 才会给这个新的根 能够有更多的空间来成长 不会被这些老根毒根给挤住了 就长不出新的来 那其实呢 这就是我平常在祷告的 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其实不知不觉的是有一些老根 或者是毒根在我们的里面 那什么是老根 什么是毒根呢 刚刚其实听到玉米的见证 他就有提到 比如说他的思想里面有什么呢 压力太大了 没有办法了 我能力不够了 这个我可能是 这个不是我应该做的工作等等 有这些想法在你的里面 这是非常负面的 当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在里面的时候 他就没有办法 把自己的能力做充分的发挥 因为这些想法呢 堵住了他其实可以去发挥的潜力 那那个时候他发LINE给我 他说不是啊 我不想干了啦 我觉得这个太辛苦了 我是不是能力不够 那那个时候 我心里的想法是什么呢 我的想法是 你别忘了哦 神的心意是什么 是当初神给你这个工作的哦 神给我们工作 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是一个很大的祝福 但是神从来没有说 他要给我们的工作 是很容易的 可能呢 这是神的心意 但是呢 也有可能有很多的挑战 所以我们遇到挑战 遇到压力的时候 我们要先想一下 这是不是神的心意呢 如果你走的路是正确的 你碰到压力 那你就可以凭着信心 知道说 我可以不要放弃 因为既然是神的旨意 我只要坚持到底 最后一定会成功 所以呢 我就 我没有跟他讲太多 因为在line里面 没办法讲太多 那我们 像我们这个年纪比较大的 眼睛不能都常常看line 也不能都整天在line上面 所以我都回答非常简短 我就跟他讲说 你不要放弃 其实背后的原因 就是因为我知道 这是神的心意 那既然神要给他这个工作 神的恩典也够他用 所以非常感谢主 没想到隔了半天 他就给我好消息 说事实上呢 他老板呢 就做了一些 帮他做了一些调整 让他不再是孤立无援 而是副总必须要来帮他 来称他 来带他 那这样子呢 他做起来就不会觉得 非常的孤单 所以总而言之呢 我们就是在思想里面 其实常常会有一些 堵根 会堵住了 本来我们可以发展的 这个潜力 那我们基督徒 信主受洗之后 我们的心灵呢 是重新的改变了 是所谓的重生 有了新生命 但是这个新生命 这个新的灵命要发展 要成长 那会有一些限制 这个限制呢 就是我们的一些老的思想的习惯 我们老的一些态度 我们的老的一些 这个生活习惯 或者是一些信念 这些东西呢 没有改变的话呢 其实还是会限制 我们新生命的发展 所以呢 这些呢 又是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些 毒根 或者是老根 那我们一定要 把这些毒根都去除掉了 这样子呢 新生命才能够健康的成长 那我们就是讲到说 要改变 如果我们要改变的话呢 就必须要做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叫做悔改 就是承认自己哪里有问题 然后呢 然后求主帮助我们 能够改变 这是悔改 那我们基督徒很多人 可能觉得悔改 是一个 好像只有礼拜天做的事情 那不见得每个人都喜欢悔改 那会悔改的人呢 可能也只是祷告了一下 跟神认一下罪 认完了 可能就 就没事了 但是呢 我今天要鼓励大家 如果你真的要有改变的话 你的生命要突破的话呢 我们要深度的悔改 深度的悔改 其实就是要拔毒根 我们深度的悔改 我们生命里面 真正的那个盲点 真正的那个限制的那个地方 是在哪里 那那个点呢 我们不要去逃避 或者是否定它 或者只是说 青蹄点水 稍微祷告一下就算了 而是我们要很深入的 去做一个祷告跟悔改 那今天呢 我们就是要来 就是拔毒根呢 就是帮助我们那个 深度的悔改 真正的悔改 那我们在教会里面 如果教会要改变 要复兴 也是要有一个真正的悔改 也是要把我们教会里面的毒根 都把它拔掉 所以这个拔毒根呢 对我们来讲 其实是非常关键的一点 如果我们希望神 在我们当中 没有受到任何的限制 要成就祂的旨意的话 我们一定要 我们教会要一起的 让神来把我们的毒根都拔掉 好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有一个这个毒根 就是在两个礼拜前 释迦他讲到有两棵树 那一棵树呢 叫做什么树啊 爱的树 另外一棵树叫做惧怕的树 那我们来看一下 上次做的那个投影片 来我们来看一下 惧怕树的情况是怎么样呢 怕枝树 好 来 他外面上面 在上面呢 有哪些问题呢 有五个圈圈 这个怕枝树结出来的果子 可能是身体的疾病 还常常处在惧怕当中的人 是不是容易会生病呢 然后呢 他可能会有忧郁的情况 我今天看了报纸 讲到说 现在的人口 大概12%的会有可能是忧郁症的情况 所以忧郁症其实是相当普遍的一个现象 那我们也是要去正视他的一个情况 另外有可能焦虑 有可能是产生学习问题 孩子可能就学习遇到障碍 可能有成瘾的状况 这是酒饮啊 或者是这个手机饮啊 这个游戏饮啊 等等等 这些呢 其实都是惧怕树所结的果子 那惧怕树呢 在那个浅根的地方呢 就是压力 那压力呢 再深一点 那个根是什么呢 我们来看一下那个根 有什么根呢 各位下一招 那这地方呢 就是有毒的思想 有毒的情绪 有毒的情绪会是什么东西啊 你知不知道哪些情绪可能有毒 惧怕有毒 对不对 忧虑会不会有毒 我们这地方讲有毒 这个不是抽象的 这个事实上是 释迦在翻译一本书 是神经 脑神经 生理学的书 在讲到脑神经 跟心理之间的关系 如果我们有负面的 情绪的话 负面的这些思想的话 其实呢 让我们的大脑 那个神经化学会产生一些变化 不平衡 会分泌一些 化学物质 事实上会给身体带来毒性的 那这个身体 一直在这种 有毒的化学物的情况之下 就会造成我们的 关节炎 会造成我们的免疫力降低 会造成我们各式各样的疾病 所以呢 事实上 这个消极的思想 事实上也真的是对身体会产生毒素的 那有毒的言语 有时候 这个 我常讲杀人不见血 就有些话说出来 哇 看不到血 但是你的心已经被扎了几刀 那然后有毒的选择 错误的选择 有毒的梦想 有毒的种子 有毒的信心 有毒的爱心 这个所谓的什么 我们常常讲情绪勒索 这个就是有毒的爱心 等等的 所以呢 其实我这地方 我们特别要比较专注的 就是在思想 在我们的情绪 在我们的态度 在我们的信念上面 这当中呢 其实有很多是有毒的 OK 那我们来 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些 雅各书的经文 那雅各书呢 是我们最近在 这个 可能上个月读过的 这本书 那雅各书里面有很多 很实际生活的智慧 所以呢 从这个当中 我也有很多的一些心得 今天呢 大部分呢 就是从雅各书里面 来跟大家分享的 我们一起来读 雅各书 这一方是 第一章十四到十五节 但个人被试探 乃是被自己的私欲 牵引诱惑的 私欲既怀胎 就生出罪来 罪既长成 就生出死来 所以在这个地方 让我们看到 罪 它是怎么样运作的 它是怎么样产生 然后又带来 什么样的结果呢 所以这就是一个 罪的一个运作 操作的方式 所以通常呢 就是从我们里面 有一些私欲 那这个私欲呢 它受到诱惑 然后呢 就会怎么样 就会怀胎 所以私欲本身 不是罪 但是呢 一旦它受到诱惑 然后你 没有这个 去防备它的话呢 它可能就会 继部就怀了胎 怀了胎 那就麻烦了 因为罪 怀了胎以后 就会生出来 生出这个罪 就会变成一个 实际的行为出来 可能会讲一些 一些话语 是非常不好的 造成伤害的话语 可能会有一些行动 一些行为 也是罪行 比如说这个贪婪 偷窃 情欲 或者是一些 这个骄傲等等 那这些呢 这些罪 长成之后 它可能越来越大 越来越大 没有及时的去 这个解决的话呢 它就会 就会生出死来了 所以呢 在这个地方 特别呢 我们要讲到的毒根 就是这里所讲的 私欲 那私欲呢 这个中文 我们把它拆开来看 就是自私的欲望 自私的欲望 那我觉得在这地方 雅各书 中文翻译成 私欲是很好的 因为呢 其实欲望本身 不一定是罪 比如说 我们说 实色性也 对不对 我们都有实欲啊 我们都有性欲啊 这个呢 是神付给我们的 所以这个本身 是很好的 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如果 我们在 这个欲望 变成一种私欲 就是一种自私的 你追求这个欲望 是自私的 你是只求自己的好处 然后可能会伤害到别人 这就是私欲 然后呢 他可能会超越了 神给的界限 那这个呢 也是 也是一种罪 也是一个私欲 像比如说 像信 信呢 就神的设计是什么呀 是一夫一妻 一生一世 一男一女的 所以是在这样的一个 是神的界限里面 那如果超过 这样的一个界限的话呢 其实呢 就是变成私欲了 所以呢 我们看到 私欲呢 其实就是一个毒根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表 我给大家 做了一个 做了几个表 今天表特别多 我们来看一下 所以呢 我们把它 刚刚 雅各苏十四节 十五节 所讲的呢 我们来看一下 罪的操作方式 他就首先 私欲受到牵引 诱惑 然后呢 就怀了胎 然后生出罪来 罪掌成了 就生出死来了 所以这是他的一个 发生的顺序 那我们来看下一张 那我们来看一下 有哪些毒根 是需要拔的 我们的毒根 需要拔的 在雅各苏里面提到了 不同的东西 其中呢 比如说是我们的情欲 我们情欲的一些毒根 眼目的情欲 或者是肉体的情欲 或者是苦毒 苦毒呢 我觉得这个圣经里面翻译苦毒 真的是非常贴切的一个翻译 那苦毒是什么呢 苦毒就是有人冒犯你了 然后呢 你心里面产生了愤怒 你不去饶恕他 然后呢 这个愤怒呢 就一直存在你的里面 大家懂我的意思吗 就是你被冒犯 然后呢 你没有处理好这个问题 然后那个愤怒一直在里面 那这个愤怒呢 有可能一直发出来 可能就开始骂人 开始做一些报复行动 那也有可能是压抑下来 他一直压着压着压着 那但是呢 他事实上还在 那个怒气没有解决 那这个呢 就一种在里面闷烧 在里面闷烧呢 就会怎么样 其实就开始在里面烂 可能会内伤 那这个苦毒呢 就会 他这个对我们 刚才讲到 苦毒呢 就是一个毒根 他会造成我们 这个脑神经化学 分泌的不平衡 然后呢 开始就会带来 身体的疾病 然后你跟一个人 有产生了这种苦毒的关系 这个时候 你开始也不信任其他人 你跟其他人在一起 也没有安全感 所以呢 也开始毒害到 你的人际关系 毒害到你的家人的关系 毒害到教会的关系 所以这样的一个 私欲的毒根 其实到后来他发展出来呢 他会毒到整个你周围的人 所以他事实上是不能够小看的东西 他事实上是很有破败力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 赶快来处理这个毒根的问题 苦毒的问题 然后要嫉妒 然后再来就是什么 斗争 纷争 还有贪婪 还有刚才讲的 害怕 忧愁 这些都是一些毒根 那我们来看一下 在雅各书第三章 十四节到十五节 我们一起来念 你们心里若怀着苦毒的嫉妒和纷争 就不可自夸 也不可说谎话 抵挡 争当 这样的智慧不是从上头来的 乃是属地的 属情欲的 属鬼魔的 在何处有嫉妒纷争 就在何处有扰乱和各样的坏事 所以你看到这地方 嫉妒跟纷争的毒根 就在各个地方会带来扰乱和各样的坏事 这真的是一个毒根 他讲到说这些苦毒嫉妒纷争呢 其实它是从哪里来的 不是从天上来的 它是什么 它是属地的 属情欲的 属鬼魔的 如果你记得的话 在今年比较早的时候 我跟大家讲过 在宇宙当中呢 有几个有害的势力 一个是什么呢 一个就是撒旦魔鬼 邪灵 第二个呢 就是这个世俗 这个世俗里面有一些 这种各式各样的邪恶罪恶 所以这个或者是我们称它为世界 那第三个呢 就是我们的肉体血气 我们的罪 所以就这个地方所讲的 属地的 就是事实上指的就是世界 属情欲的 就是我们的肉体血气 属鬼魔的 就是邪灵 所以我们要防范的 就是不要让 不知不觉的让这三个有害势力 来影响我们 来控制我们 所以这个是在雅各树里面有提到的 OK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个 下一个表 那这个表呢 就是对照我们先前第一个表 仇恨的犯罪过程 我们来看它是怎么来的 它首先呢 我们看到它是被人冒犯了 然后苦毒就怀了胎 怀了胎之后呢 就开始产生罪 什么罪呢 开始跟人家批评 然后报复 不要去争吵 愤怒 然后呢 再来就罪继长成 又继续的再发展下去呢 就彼此交恶 然后呢 就带来关系的死 所以这是苦毒 它整个发展的一个过程 所以一个毒根 苦毒 它这个毒根呢 后来会带来关系之死 好 再来看下一个 我们来看一下色欲的犯罪过程 比如说看色情图像 在网站或是影片里面 看了 一开始是好奇 但是后来呢 越看越多了 就开始这个幸运怀了胎 就开始可能会有一些 有一些隐形 有一些行为 事情会发生 然后呢成为成瘾了 最后带来亲密之死 甚至带来疾病 那我就知道说 本来有一对情侣 他们就是在谈恋爱 这个男生呢 其实背景都非常的好 有很好的工作 是当医生的 但是呢 可能就是小时候 就是去有了这种 看了网 这个色情网站啊 就灾染了一些习惯 以至于呢 他就过度的 会有这种 DIY的行为 所以呢 他就等于说 变成一个 一个捆绑 那这个女生呢 就一直想 希望说 他能够改变 但是呢 一直下来 他都没有办法改变 也不愿意改变 后来呢 他们只好分手 所以这个本来是 可以发展出 一个很好的关系的 但是因为 他有这个问题 以至于 他们亲密关系 就没有办法 继续发展下去了 OK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雅各书第一章 在二十一节 所以你们要脱去一切的 污秽和淫语的邪恶 存温柔的心 领受 大家所栽种的道 就是能救你们的灵魂之道 只是你们要行道 不要单单听道 自己欺厚自己 下一章 因为听道而不行道的 就像人对着镜子 看自己本来的面目 看见走后 谁即忘了他的面 相貌如何 唯有详细查看他全被 使人自由之律法的 并且时常如此 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 乃是实在行出来 就在他所行的事上 必然得福 我们来看下一章 那这个地方呢 我们看到 相对于罪的操作方式 雅各书后来 给了我们神话语的操作方式 也就是解决罪的一个 逆转罪的一个方法 所以神 总理刚才读的那一段经文 神首先他赐给我们真道 然后呢 我们心中的豪土 用温柔的心来领受这个道 并且呢 详细查看 全被使人自由的律法 就是他会反复的去思想 然后再把它做出来 那当他做出来的时候 他所行的事上 必然得福 所以呢 这个就是跟罪的操作方式 刚好可以把它逆转过来 我们看下一章 这一章再来看最后一章 所以呢 我们顺从情欲就带来死亡 顺从神的话语 就带来祝福跟生命 我们看下一章 如何落实神话语的操作呢 我们来看一下 神话语的操作方式 就是落实神的话语 就是读经 听道 聚会 然后呢 用信心领受 然后再来是背经 默想 活出神的话语 使得我们自己家庭 教会 社会 还有我们的子孙 都可以蒙福 所以落实神的话语 他带来的果子 是非常的大 再下一章 然后我们顺从神话语的 例证 我们刚才是 讲到苦毒是怎么发展的 那苦毒 要解决苦毒的问题呢 就是要饶恕 饶恕呢 要怎么做呢 对照着左边 对照左边 神话语的操作方式 饶恕呢 就是首先 我们领受圣经 有关于饶恕的教导 耶稣说 你们要饶恕人 因为我也饶恕你们 所以我们要去饶恕 用谦卑的心 领受了这个 饶恕的教导之后 我们要去默想 让这个话语能够 能够往我在里面呢 去深入在我们的里面 然后呢 我们就把它行出来 去饶恕人的冒犯 也就是呢 不再想要去报复他 不要再对他 有这些愤怒了 愿意把它交给神 那你去饶恕了他 然后呢 带来的结果呢 就是能够享受 美好的关系 关系上面就亨通了 OK 好 下一章 用神的话语来扭转试探 那 比如说 受到色情的 这个图片的试探 或者是有这种 成瘾的问题 那我们就要 寻求神的话语 那可以把神的话语 宣告出来 比如说 我们要圣洁 因为神是圣洁的 靠着主呢 我们可以得胜有余 所以这些话语 我们都可以来宣告出来 然后也可以找弟兄一起来祷告 然后就得胜 得胜就得自由 然后呢 关系就能够和好 与人的关系和好 所以这是用神的话语来扭转试探 我们来看下一章 亚特书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 我们一起来念 先是清洁 后是和平 温良柔顺 满有怜悯 多洁善果 没有偏见 没有假冒 并且使人和平的 是用和平所栽种的义果 所以我们要用和平 温良柔顺 怜悯 没有偏见 没有假冒 来栽种 我们要留下这样子的根 然后呢 就能够结出公义的果子 好 那我们来看下一章 所以我们今天呢 我们看到拔毒根 毒根呢 它会影响到我们的身心灵 影响到我们的家庭 影响到我们的生活的幸福 所以呢 我们一定要深入的去解决这些毒根 今天讲了很多的这些 有毒的情绪跟思想 或者是态度 我们可以靠着主 靠着神的话语 我们就能够把这些毒根 深入的来处理 那讲到拔毒根呢 我就 特别会想到一件事情 就是很久很久以前 大概二十几年前 我就听说 那个韩国人呢 他们常常喜欢到 祷告山上面去 然后祷告山上面呢 他们你会看到一些大妈们 做一些很奇怪的动作 什么动作呢 就是看到一群大妈 就祷告也就罢了 那他们在户外呢 每一个人呢 就 就到一个树的树胚子 就是那种树苗 然后在那个树苗 然后就一直在那边拔 很拼命的拔 拼命的拔 拼命的拔 然后在那边拔那个树呢 然后边在那边 难难耳语 在那边一直在那边讲 什么什么 原来呢 他们是在拔毒根 当然他们当时没有 那么讲说拔毒根 他们那时候就讲说 他们在祷告 要解决他们生命里面的问题 所以为了要更加的形象化 所以他们就有这样的一个 有这样的一个行动 哇 你看到山上 祷告山 然后一群大妈在那边 拼命的拔树 拔树 当然那个虽然是小树 当然也 当时也拔不动 所以就拼命的这样子祷告 所以你看到他们很耐力的 很认真的 就是要对付自己生命的问题 就是拔毒根 所以呢 今天呢 我们也希望大家一起的 我们能够来清理我们的心田 把我们里面的毒根都拔干净 好不好 那我们请那个乐团上来一下 我们请乐团上来 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 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 这个祷告呢 是一个拔毒根的祷告 跟这个一二三全感走很像的 也就是我们平常的FBD的一个祷告 那这个时候我要来带领大家做这个祷告 如果你愿意的话呢 我祷告一句 你跟着我祷告一句 主啊 感谢你给我美好的新生命 求你帮助我拔出我生命中 一切的老根独根 一切的老根独根 好叫这美好的新生命 好叫这美好的新生命 能够兴望蓬勃 能够兴望蓬勃 我承认我里面有以下的毒根 我承认我里面有以下的毒根 好现在你可以把 神的提醒你有什么样的毒根 你就可以把它说出来 可能是惧怕苦毒 贪婪 情欲 斗争等等 好不好 你现在呢 就可以把这个毒根的问题呢 你就可以把它讲出来 好不好 我们大家一起有点时间 向神来承认有这个毒根 好接下来 求你赦免我里面有这些毒根 我弃绝这一切的毒根 我弃绝这些毒根 奉耶稣的名 奉耶稣的名 砍断这些毒根 砍断这些毒根 斥责这些毒根背后的血力 斥责这些毒根背后的血力 离开我 离开我 求主用上头来的智慧 就是清洁和平 就是清洁和平 温良柔顺 温良柔顺 满有怜悯 多结善果 没有偏见 没有假冒 以及和平公义 来充满我 感谢主 感谢主 奉耶稣的名 祷告 奉耶稣的名 祷告 阿们